有人说瓦格纳的叛变是俄乌冲突的转折点 但外参认为 这不仅是转折点 更是俄乌冲突结束的标志性事件 因为就目前世界剧烈的动荡格局而言 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必须从冲突中抽身出来 长时间在冲突的泥潭中打滚 将导致普京的 《给我20年还你个强大的俄罗斯宣言》落空 也不利于维持美中俄稳定的三角关系 所以普京必须要和瓦格纳的负责人普里格任 上演一场双簧大戏 来强制结束俄乌冲突 为了让双簧戏逼真一点 雇佣兵总人数不超过2万的瓦格纳 必须拿下后称莫斯科后勤基地的罗斯托夫地区 普里格任的办公室里 也必须要搜出40亿卢布现金的赃款 普京也必须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 指责瓦格纳负责人普里格任 叛国 走上叛国之路的人将受到惩罚 国家的一切力量现在必须团结一致 当然了 冒这么大的国家内乱风险 去演苦肉计最终目的是瞒过北约和乌克兰 然后强制结束俄乌冲突 这么急迫去结束俄乌冲突 外参猜测普京有三大考量 作为普京信任且重用的大将 邵伊古和格拉西姆夫竟在普里格任最新声明中被冠以 背叛国家利益的叛徒和罪犯称号 很显然 这不是双簧系里安排的插曲 那么很大可能是普京已暗中掌握了邵伊古 和格拉西姆夫等军中实权派的贪污、背叛和犯罪证据 但因他们在俄罗斯武装力量中有着盘根错节的势力 导致伟大不掉 所以普京想借此机会来一次联邦武装力量大换血 这是大雄最大胆的猜测 希望这个考量是我过度分析了 很多年前普京曾在竞选总统时 壮志凌云地喊出了 给我20年 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这样一个宣言 现在来看 俄罗斯在普京的带领下确实慢慢有了起色 俄罗斯人民也对国家充满了信心 可北约的东扩让普京产生了卧榻之处 有他人安睡的不安感 这导致2022年开始 且持续到现在的俄乌冲突爆发了 这样俄罗斯国内经济被动陷入了僵局 也打破了俄罗斯人民充满希望的平静生活 安居乐业是一个国家 走向强大的稳定前提 所以普京不得不雷厉风行地强制结束俄乌冲突 解决北约东扩的问题 只能日后徐徐徒之 在日益动荡的世界大局势中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北约势力 躲在影子后面发动代理人冲突 意在消耗和拖垮俄罗斯的国家综合实力 另外一边 美国又炮制了印太战略 通过加强与盟国的关系 而产生综合遏制力 以此来围堵打压和威慑中国 通过以上手段 美国隐约有了打破美中俄铁三角稳定格局的迹象 如果俄罗斯的战略重心还继续放在俄乌冲突中 无暇顾及中国面临的外部巨大压力 那么此消彼长 美国将逐渐打破现有合适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其一贯的霸权主义将破坏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并逆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历史大师 中俄作为世界上负责任的强国 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所以普京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来结束俄乌冲突 瓦格纳背叛的同日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答记者问 目前俄罗斯首都地区平静 使馆将会继续关注罗斯托夫当地的情况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稳坐钓鱼台和气定神贤的气息 所以大雄认为此次瓦格纳叛变 其实是普京和普里格尔两人共同做的局 这个局也确实高明 意在迅速结束俄乌冲突 并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当下瓦格纳已经撤出俄军南部军区司令部 并且离开了罗斯托夫准备返回营地 普京也选择了手下留情 给参与叛乱的瓦格纳士兵一条退路 此外 俄罗斯还会解除针对普里格纳的形势立案 至少有三个地方值得注意 第一 普京会如何处置普里格纳 6月24日 普里格纳率领的瓦格纳攻入了罗斯托夫之后 普京发表了全国讲话 普京当时誓言惩罚所有叛徒 还将普里格纳定义成了叛国者 但在当下 普京给普里格纳吃下了定心碗 普京承诺 会让普里格纳安全前往拜欧罗斯 普京与普里格纳到底达成了什么协议 暂时还不得而知 但从瓦格纳火速撤军的决定来看 普京应该给出了普里格纳想要的承诺 普京发言人佩斯科夫透露 只有普京才能决定炒邵逸谷的鱿鱼 但这不是普里格纳与卢卡申科谈判的议题 邵逸谷是普里格纳清军策的首要目标 但在6月24日 这位举足轻重的俄国防部长 并没有出现在俄罗斯军民的视野 至于邵逸谷接下来会不会被迫递交辞城 一切仍是未知数 第二 普京为何会选卢卡申科当调停人 普京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卢卡申科与普里格金有差不多20年的交情 出任调停人是卢卡申科自己的建议 俄白总统就此事展开了交流 换句话说 卢卡申科与普京和普里格金都很熟 与两人都说得上话 而且是局外人 由他出面当调停人 普京与普里格金都乐见其成 当然 从结果来看 卢卡申科确实不负众望 成功阻止了俄罗斯内讧升级 第三 突然发生的瓦格纳反攻俄罗斯本土事件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普京与普里格金在唱双簧 还是瓦格纳与俄罗斯国防部矛盾激化的结果 普京与普里格金是老相识的 瓦格纳与车臣武装 对普京都很忠诚 按理来说 即便与俄罗斯国防部有什么深仇大恨 瓦格纳也不至于向莫斯科方向进军 更别说俄罗斯正面临着北约31国施压了 在这个节目的眼神 瓦格纳突然挑起内乱 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而且瓦格纳的实力无法与俄军相提并论 问题在于 看上去如此不可思议的事 偏偏就发生了 当世界以为俄罗斯内战一触即发之际 瓦格纳妥协了 俄罗斯人没有打自己人 不由得让人疑惑不已 普里格金到底想做什么 不管怎样 俄罗斯避免了同事操歌的悲剧 这对普京而言是一个好消息 但这件事还没结束 俄罗斯军方很可能会发生地震 另一件出人意料的事 是卡德罗夫的选择 被称为俄罗斯阿路山的卡德罗夫 没有坐山观虎斗 反而义无反顾的选择了支持普京 卡德罗夫很快就决定 让车臣武装前去对付瓦格纳 普京发表了全国讲话 等于将自己逼到了墙角 在劝说瓦格纳无果情况下 俄军很可能要与瓦格纳打一场硬仗 好不容易在前线阻止了乌军反扑的俄军 也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乌军不会错过这一难得的契机 瓦格纳所说的内战已经打响 不过是小打小闹 真正的暴风雨或许还在后头 现在就让普京头疼的问题 莫过于那些同情与支持瓦格纳的俄罗斯军民 会不会支持瓦格纳进军莫斯科 给大家看一下